真的很难理解 到2024年了 为啥还有人觉得 进口车的音响会比国产车更好 这是我新体的领克08 哈曼卡对影响23个喇叭 这是我另一台宝马7系 宝华伟健音响16个喇叭 落地20多万对比落地100多万 这不算欺负人吧 为了确保工赞 怎么把音量都调到50% 然后发同一首歌 看看是不是网友说的 进口车的音响就会更好 那我们先来听一下宝马的音响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领克08的音响 我客观来说 7系的整体音质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但在低音效果上面 确实还得是人家的哈曼卡顿 这08ENP它有个很牛的功能 就是可以将单声道立体声 或者多声道信号源 转化为3D缓绕立体声 这听起来就是一个真实的三维缓绕声场 车上每个座位都能享受到顶级音质 当然网上有很多人说 大部分车企的哈曼卡顿都是贴标 那这个我不评价 但领克08肯定不是 因为领克这一套音响系统 是跟哈曼卡顿深度合作打造 在设计之初 就邀请了哈曼卡顿的 御用调音私家入团队 递经了8个月三轮调试 是行业平均水平的两倍 可以说这套音响从图纸开始 就是为领克08量身定制 而且我这台是2025款 搭载了Vinos全景声 像有声书 影视剧 音乐 等海量全景声之约 这台车都有 你在车内整体的视频感说 就是更沉静 更真实 那话不多说 再让大家享受一下 领克08的百万几音质